長安 康斯龍說 成大事的人 一定要忍得 如果呂不韋知道有什麼風聲的話 他很可能 就會巴蜀之地造反 十幾年來 他已經培植了很多地方黨羽 如果他真的造反 那又不是我們大巡之腹 何況我猜他 早就已經做好準備 等成繳這次造反成功 馬上回來跟他爭王偉 你人使我們動手 秦國一定要陷於內亂 小盆想一會 終於點頭同意 那我怎麼才可以召王展回來呢 等到儲君 行加冕禮之前 到時候 你大權在握 就算暗中落了密照 召他回來 那誰還可以在那時候趕你呢 小盆雙眼韓光閃 好 就這樣做 到時候我要王展回來 他們都未知是一回什麼事 哼 那時候 我看他們怎麼死 河小盆聽到這個死字 忽然感覺得心疼一寒 他小小聲說 小盆 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小盆整身都這麼震一震 進來秦國之後 河小龍還是第一次 叫自己做小盆 他雙眼 不如都射出深刻的感情 師父請講 小盆認真聽著 好 我想你答應我一件事 無論將來發生了什麼 你一定要好好地對待太后 小盆聽到整個人呆了呆 他倒下頭想了一會兒 就說 師父的吩咐 我怎麼敢不聽 但這件事 只能是對母后一個人 其他任何人 都不包括在內 河小龍聽到的感覺 就知道他落定決心 要殺死朱基為路海生的兩個兒子 但是 這些家事自己也很難插手 河小笑說 好了 主君 小盆走到他身邊 伸手抱著他肩膀 激動了 師父 你不要離開我了好嗎 難道你不想見到小盆統一天下 成就這個千古未有的不世工業嗎 河小龍也反手抱著他 師父 是一定要離開你的 而且你還要將所有關於師父的記載 全部全部消滅 那師父 就不在史書上留下半點的痕跡 這是註定的命運 就算我不教你這樣做 你始終都會這樣做 怎麼會呢 小盆離開了一步 望著他 我怎麼會這樣做 我怎麼會讓人忘記師父你的封功偉業呢 康小龍平靜我為 拍一拍他肩膀下 在趙國皇宮初次見你之後 我康小龍就直接將你當成我的兒子 看著你越來越大 更成為天下最有權勢的霸主 我心都不知道多麼恩惠 但只是因為這種關係 所以我才一定要離開你 一方面 我要完成對你媽媽的心願 將我的兒子培育成財 另一方面 我亦都想追尋自己的生活和理想 只有我走了 你才可以將和我以前的關係完全割斷 放手去追求你的夢想 你明白嗎 以後 我們不用再講這件事了 小盆聽了這番話 當堂雙眼紅起上來 但是 一句話 都沒有再講 三日之後 小盆和康小龍他們單思回朝 太后朱基和路海帶文武百官出城迎接 看神情 朱基真的發自內心非常歡喜 而路海就非常勉強 早朝之後 朱基照康小龍去金泉宮相見 康小龍很不想見到他 但亦都沒有辦法 只要硬著頭皮去見朱基 因為 和路海的事 現在已經搞到朝野皆知 而且大家還傳出 這位當權太后 偷偷地和路海生了兩個兒子 所以 她的名聲 已經被當日敗壞了很多 朱基在外公的偏廳接見了她 將公娥全部飛退之後 朱基說 長信侯 路海告訴我 這次平定暴亂 她一點都沒有參與下去 而我這個太后 也被門在鼓裏 少龍 你可以告訴我 究竟這回什麼事呢 項少龍心想 你要問 不如問問自己的兒子 為何向我輕思問罪才可以 不過表現上 依然公義 所謂 文武之事 各思其宅 長信侯不知道這件事 亦都是正常 但為何都衛軍都不知道這件事呢 韓傑都不知道 你們去的城外營頂 所以一點都沒有辦法配合 原來管忠邪令軍出征之後 韓傑就升任正統領 去相當他的副手 韓傑說 我們這次 之所以能出其制性 就是因為 我們可以成為奇兵 還有很多迷惑敵人的手段 使敵人掌握錯誤的情風 由於敵人都成為耳目眾多 所以採取這些非常手段 都是萬不得已 請太后密鑑 朱基嘆了一口氣說 這些理由真是冠冕堂皇 你和正兒 可以瞞住任何人 但你們怎能瞞我呢 如果你不想長信侯知道的 我怎會告訴他 韓小龍想不到 朱基忽然間用這樣的語氣 和神態和自己聊天 不可以 用在自己心裡隱藏了很久很久 好心地對他的舊情 彈一口氣說 儲君現在漸漸大過 再也不像以前的沈溫仔 現在他關心的 就是如何治理好國家 統一天下 凡是難處在他路上的障礙 終於一天都會被他搬開 甚至清裁 所有的君主 他們成功的歷程 這個必經之路 歷史上早就講得清清楚楚了 大猴 你明白嗎 朱基聽到 當同燕水白曬 少龍這番書是甚麼意思 難道你說正義會對付我 韓少龍知道 朱基因為自己和路海生了兩個獵種 所以作賊心虛 他苦笑說 儲君當然不會對太后不孝 但是對其他人 他不會有任何孝心 無論所謂的仲父 或假父 一律是這樣 朱基聽到這番說話就更加忘言了 你告訴我 韓少龍 你會不會因為正義來對付我 太后 就算有人用刀剑架在我的頸上 我也不會傷害太后 但是 長信侯呢 只要他忠於太后和儲君 微臣可以擔保他不會有事 命運當然不是這樣 路海又怎會甘於痴伏呢 路海之亂 是秦始皇加冕之前最後一場內部的鬥爭 呂不韋也因為這樣牽連敗磨 忽然間 康小龍明白自己成了能夠左右 從朝政局舉足輕重的人民 所以連朱基都要問他的意向 而他 也更加成為小盆唯一能夠完全信任的人 甚至放了韓廠 小盆也一點都不放在心裡 換了其他人 早就已經輕思問罪 甚至將他殺頭 好 朱基聽到 河小龍這樣說 當堂全身微微震一震 掌高頭 有什麼想說 但是最後 終於還不出聲 河小龍問 太后還有什麼要問微臣呢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應該怎麼做呢 河小龍明白 朱基已經知道自己對路海 他有點控制不到 所以深深恐懼 他甚至路海很可能 會向他的兒子動手 而小盆 他的兒子 畢竟 現在已經越來越厲害 自己也越來越控制不到 他雖然會和這個奸夫粗意謀害自己的兒子 但是路海想保持權力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當小盆大權在握的時候 路海 就只能夠默現離場 河小龍沉淫了一陣 知道如果不趁這個機會 說出自己心裡的說話 以後就再沒有機會 至於朱基肯不肯聽 這就是他的事了 於是他在朱基面前跪低說 太后 你如果肯聽我河小龍的說話 就早點將權力歸還儲君 然後帶路大人回去中都長住 那太后和儲君之間的矛盾 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朱基整身震一震 小龍我 在這個時候 忽然聽到後面腳步聲響起 兩人喊嚴命轉來一望 只見路海大大步地闖進來 上眼之中 閃著妒忌的火花狠狠地釘緊他們 河小龍在心裡暗暗彈一口氣 看來 命運 自己始終都沒有辦法再一次將命運扭轉 回到烏虎的時候 河小龍的路海裡依然閃過路海怨毒的眼神 看來路海對自己的妒忌不是今天才開始 以路海的為人 以為全世界的女人都應該愛上她 她只懂得爭取 不肯給予 比起上來 雷不韋的手段就比她高明得多 甚至在某一程度上 雷不韋這個仲父 小盆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路海自己稱自己是假虎 小盆怎麼會忍她 只是這一點 路海就已經中下了殺身之禍了 歷史上早就證明 凡是能成功成為 開國皇帝的一定是 心狠手辣之輩 小盆 這位秦始皇在歷史上早就對她有所評價 她洪才大略 但是同時 也更加狠辣無情 十日之後 皇陵和喚奇的大軍出發 十萬人馬 進擊東方三郡的屯樓 這一戰是要剿滅蒲谷 和清除城繳的東方三郡的勢領 而蒲谷也打出要為城繳復仇的旗號 帶領屯樓城的軍民 背叛巡港 改頭趙國門庭 王斌和楊端和 本來想著 在旁邊配合皇陵的大軍 一起進擊屯樓的 然之被李牧幾次打退 只能在趙國邊境 勉強苦苦支撐 形勢都不知多麼兇險 同時 韓慧王病死 韓國的太子安繼位為韓王 韓廠一向和太子是非常好的 所以坐上了丞相的位 成為韓國最有影響力的人 而龍陽軍在魏國也權力大增 韓藝兩國的互相支援 押住了管忠邪和蒙氏兄弟兩軍東進 而在戰事進行的這段時間 但韓少龍就像憂哉猶哉的 回到牧場 過他的休閒放假生活 琴請這個時候也回來了 韓少龍就更加開心 將他也接到牧場 大家每一天都過得非常開心 充滿了歡聲笑語 但是 在牧場憂哉猶哉的過完一個月之後 韓少龍在皇陵出征的時候 就已經有個不祥欲感應驗 皇陵他們 薄命地攻打屯樓 但是蒲公呢 一微就縮在城裡 憑寬厚的城牆 和軍民充足的準備 不斷抗擊著巡軍 由於這陣線已經接近東貴 正所謂利手不利攻 皇陵驚著 在入攻之前 還不可以攻落全樓 大軍勞師遠征 就很難實現小盆的所謂速戰速決 所以限大軍全力攻城 所有留下來 防備敵人 結刑偷債的兵力 全部都用上去 這個時候 在旁邊虎視擔當的李牧 就用移兵 握住了楊端和和王斌 然後 忽然間帶領鐵騎 偷襲而禮 結果 在屯樓城外 大敗巡軍 王斌換旗 倉皇退走 一路撤退 屯樓西南方 大約一百多里的地方 位於露水旁邊的蔣子成 這一戰 巡軍至少只選了三萬多人 王斌見到自己這次報仇之戰 變成一番這樣的結局 憂憤交加 加上操勞過渡 到了蔣子成的弟人 就已經病發身亡了 到這個時候為止 黑龍出世的時候 秦國的四位上將軍 除了王斌之外 蒙傲、王吉、王嶺 都在兩年之間分別過世 對秦人的打擊 真是前所未有這麼嚴重 現在秦國的名將 其實只剩下 漢少龍和王斌兩個 其他像換旗 蒙武、蒙田、楊端和、管忠邪 這班人依然還未能夠獨當一面 所以秦國向東推進的大計 暫時也被粉碎 如果不是 漢少龍曾經大破五國的合縱援軍 而平平在城繳盜逼之亂 秦國很可能就要像楚仁那樣千刀避難 當漢少龍見到小盆的時候 小盆在書家裡單獨接見了他 神跡非常嚴肅 這次皇帝皇上將軍 是被呂不衛害死的 什麼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 小盆雙眼射出寒光 看到漢少龍都心生寒意 他冷肯一聲說 寡人早就顧及趙人 會解屯流之緯 所以管忠邪 攻打趙國人 他的上黨城天濟李牧 誰知呂不衛 他已經無理阻止 又得到路海的支持幾次言悟 這才有屯流之敗 你不像 寡人將來是要跟他計清楚的 杭少龍酒有眉頭說 這些行軍暴陣之事 他們都可以管得到嗎 當然不用他們管了 不過寡人答應了太后 犯起了十萬人以上的調動 都要他蓋印章同意 我聽某朝話 寡人送他給太后的書簡 路海專登 寡人採完十幾天 才送到太后手上 等到太后蓋完章 又採了十幾天 那才送到寡人手上 正所謂賊過輕兵 什麼軍機都被他延誤了 我要追究這件事的時候 太后又一力保護路海 皇上將軍這一戰 真是死得冤枉啊 杭少龍聽到虎少說 原來太后聽我勸 搬入翁都 天使又會有這樣的弊端 小門領領頭說 這個不關師父事 問題就在呂不慰和路海這兩個人的身上 日日不除他們兩個 我們米洗支一統天下 我們從軍對著李牧 幾乎每一戰都被他打敗 你個人殺了他 我們就米洗支攻入寒丹 康小龍說 現在趙哥的權力 是不是依然在太后韓正的手上呢 現在的趙王 比當年的孝誠王更衰 整天沉迷走息 又多義千道 哼 我小時候和他玩在一起 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他 這個人 始終有一天會死在女人的肚皮上面 韓正雖然晶瑩厲害 但始終是個女人 而且他只會迷戀國開 被這個小人打詞朝鮮 不過也好彩他是這樣 要不然 利木組織打得來我們咸陽了 喔 不是有傳說旁戀才是韓正的面首嗎 韓正雖然晶瑩這個人這麼人蕩 找得起的男人有什麼出奇 師傅 我都不想你這次領兵出征 但實在沒有其他更合適的人選 等師傅對抗李木 這也是呂不衛和老海最想見到的事 康小龍聽到 覺得很奇怪地問 儲君你為什麼敢說 因為我明白師傅和李木的關係 李木對師傅非常讚賞 以前也救過師傅 所以除非師傅答應我 不會有任何私情 否則我怎麼肯被師傅出征 李木不是旁戀 他更加不是寒闖 師傅連他們稍微有點心軟 這一戰就必敗無疑的了 韓小龍聽到一聲一爭 他一句話都說不出 就像他對小盆非常了解 小盆對自己的性格也一清二楚 在戰場上 他最不願意面對的人就是李木 只是這樣的心態 已經很難使他揮煞至於了 不過擺在眼前的事實 就是他一定要和李木決一死戰 否則不單止緣奇會武命 連王斌楊端和都很可能 和東方三郡一起喊在李木手上 問題是 他是可以贏得到李木嗎 連王斬對著李木也沒有把握 小盆看著韓小龍的神色 呼吸開始逐漸沉重顯然 他都感受到韓小龍內心的情緒 韓小龍看著他 一咬咬說 好 那我韓小龍 就是和李木在戰場上鬥個輸贏 無論哪個贏哪個輸 做戰士的 當然最好是馬格波斯 你這個是最好結局 小盆聽到這番說話 當堂歡喜 有師父這幾句說話 那我就放心了 儲君可以給幾多人管 怎麼都要到春天 師父你才可以起行 雷不韋最近 又不韋好意調動大批兵員 去見鄭國他 所以能用的人不是那麼多 不過師父 用兵一向都是貴精不貴多 現在 可以給師父兩萬騎兵三萬步兵 這些都是能征半戰的隊伍 副將任師父挑選 再加上 援其一掌子成的部隊 總兵力就可以加上二十萬人 勉強 都可以和李木大約十萬人的部隊周旋 漢少龍想一想 他馬上就選了藤易經進作為副長 又將十八鐵衛編入隊伍裏面 他將這十萬人之中 選得下來的精兵 全部移師牧場 由十八鐵衛作為軍口 每人負責一隊的人馬 日夜操練 將這班人按著他二十一世紀訓練特種兵的方法 他用幾個月的時間 將這支部隊訓練成 好像烏家精兵團的精兵 但是 到底怎樣才可以對付李木呢 幾年特別提醒漢少龍 屯留城非常堅固 如果這次作戰 既要攻打堅固的屯留城 又要應付李木的特集 那就必須用更加奇的奇計 如果想著自己的兵力比李木多一倍 可以用常規的辦法取勝 這絕對是癡心妄想 因為 援旗帶的人馬 硬硬大了敗掌 士氣低落 致敬這支部隊兵力的不足 根本不可能 同時應付兩條戰線分頭作戰 何況蒲谷這個人一向都高深莫測 李木的作戰經驗更加無比豐富 而且作為用兵不可多得的天才 所以如果自己的這部份人馬 真去增圓屯留 那很可能 只會落得敗亡結局 怎麼辦呢 有什麼好計呢 漢少龍在腦海裡 想在古往今來 二千多年裡 幾場著名的功成戰略 甚至連河馬史詩裡的木馬計也想起來了 但是 有哪條計 可以用得在這個屯流之戰呢 他真是非常苦惱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講到 漢少龍想到 憑自己現在的兵力 再加上緩期那些剛剛打完敗仗的軍隊 都是很難 一邊應付李木他們 在旁邊的偷襲 一邊可以攻陷 本身就非常堅固 而且蒲高就準備充足個屯流城 那怎麼算好呢 怎麼才可以打贏這一仗呢 漢少龍馬在腦海裡 想在這二千多年裡 幾場著名的戰爭 看看從中 可以想到這條話易解 甚至 連西方河馬史詩裡的木馬計也想起來了 但是始終都想不透 怎麼才可以改變這種被動的形勢呢 蒲高他又不喜歡木馬的 如果不是 就可以重演西方的木馬屠城了 至於維藝救趙這條計 那又可不可以再用呢 哎呀 他腦海裡忽然靈光一閃 他就一拍張台說 哎呀我想到了 好啊 漢少龍馬上就叫了 藤瑩 京俊 甚至是自己的妻子紀姨員他們來 一起商量形勢 大家坐在地上那裡 摊開一張地圖 但是個個都不知道 漢少龍怎麼這麼興奮 究竟想到這條話的奇蹟呢 漢少龍微微一笑說 哈哈 這一次 我們大家都知道 蒲谷城牆堅厚 李夢在旁邊又虎視眈眈 我們很難兩面作戰 但是 這一次我們不是直接去增援屯柳 而人呢 叫著這個被動的形勢 偷轉過來 他指著趙國境內 一個叫中謀的大城說 這座城 是趙人在南方的重鎮 距離趙國的都城寒丹 大約有成一百二十里 而屯樓呢 就在西邊一百三十里左右 所以 無論在中謀 去那兩座城池的任何處 路途都差不多了 但是中謀的東面 就是通過寒丹的官島 如果是快馬的話 三天左右到了寒丹 大家說 如果我們能夠攻落這座城 趙王會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反應呢 騰逆一聽 當堂明白了 一拍鐘 哎呀 沒錯 如果我們打落中謀 那趙王當然大驚失色 驚我們去攻打那個都城寒丹 那個權神國開人什麼了 我們就最清楚了 他都不知道多怕死 紀燕仁在旁邊走走眉頭 夫君大人 雖然是這麼說 但是中謀 位於趙國和魏國的交界之處 趙人在這邊一向防守嚴穩 又怎會輕易給大家攻落來呢 何況在寒丹南邊 還有延綿百里的護都長城 趙人長期都有軍隊駐紮的 你們最多四萬多人 你們最多四萬多人 如果孤軍深入 豈不是非常危險 康小龍說 所以今次 我們不靜止染四萬人 一不做就二不休 現在管中城 正是陳兵在韓國旁邊的元氏城 他住宅的地方 來屯樓只有八十里 去中盟有百多里 我們索性向儲君出了秘密的趙師 去袁氏城搶了管中城的兵權過來 將他的十三萬兵 據為己有 這樣就以聲威大壯 最妙的是 趙人依然以為 我們要北上去到蔣子城 和緩其匯師 然後去進攻屯樓 所以他們一定會把兵力集中在上黨 來對付我們的 但我們到了袁氏城之後 馬上就分開明暗兩路進軍 使趙人以為 我們要去蔣子城 但其實 我們的主力部隊 他是渡河去中某 攻其不備 而我們烏家精兵 在黑夜之中 他們作戰的技能 攀牆入城 絕對不難思 只能去控制其中一隻成本 這樣就可以把中謀搶過來 騰亦點一點頭 最好還是派人混入寒丹 到時候製造謠然 搞到人心惶惶 趙人就一定要把李牧趙軍來保衛京城 趙李牧一走 那麼團樓就容易打了 幾幾年聽到很興奮的 沒錯 同時呢 我們還可以要小斌和 端和兩路大軍 拜祭的姿態 將他大舉反擊地 牽制於龐戀和司馬尚兩支軍隊 那麼只要李牧一離開團樓 大局就可定了 康小龍說 這件事最考功夫的地方 就是怎樣可以使行軍百里 由袁氏到河去到中謀 都不讓敵人發覺 如果不是 只要被敵人預先一步知道 我們只能跟他打一場持久戰 幾年仔細地看地圖 就說 我們可以這樣 你們呢 就炸帝先到蔣子城 到路水南岸 才兵分兩路 由這裡去中謀 是無人山野來的 只要行軍迅速 就算被人見到 都趕不去通知中謀的成手 所以這些部隊的人手不可以太多 而且呢 最好都是精簡的輕騎 輕騎先行 步兵隨後 有周梁的英王 在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發揮最大的功效了 大家研究到這裡 當堂信心大增 這個時候 個個都恨不得馬上可以攻入中謀 彭亦說 如果能夠派出五萬人 去蔣子城和門旗會師 他們的兵晚就有二十萬人了 不過如果要攻落全流 恐怕都不是一兩個月的事 最怕到時候 趙人就摸清我們的虛實 又派兵來進攻我們 那時候腹背受敵 我們都很難樂觀 漢小龍說 那蒲哥又沒有那麼腦定 他只是一個商家佬 因為趙人撐腰 又知道一旦地築 就是抄家滅族的下場 這樣才奮起反抗 城裏面的士兵 都是闖絕招募回來的 如果我們能夠製造流險 又專門留給他生路 保證團流成不戰自賄 他們絕對不會死守的 趙人就說 第一個恐慌 就是李牧尼他們而去 但是接著還有什麼可以嚇他們呢 方法很簡單 就是採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 將附近的鄉村全部建領 將村民趕走 使得團流沒有糧食供應 就在團流城外 築城設計 大張旗鼓地製造種種的造成器具 到時候 不用十日半個月 屠谷氣的人貪生怕死的 見到他們準備長期圍攻他 又怕要斷糧 不用十日半個月 他們就會想辦法撩走的了 眾人是李一言我一語 將整個計劃想得更加細緻 有了全盤大計之後 項少龍他們改變了訓練的方法 將大軍一分為二 兩萬騎兵 就專門去訓練 引致行軍戰術 然後其他人呢 就訓練功成技巧 項少龍將在二十一世紀學來的東西 全部都活用在這隊騎兵上面 日子非快地過去 到了第二年 春天來到的時候 小盤就登壇拜掌 親自送行 項少龍又再次踏上征途 他們的第一站 就來到管中邪駐軍的袁氏城 管中邪連交趙普三的人 親自帶兵出城外迎接 表面上呢 就非常尊重項項少龍這個上將軍 項少龍叫烏果驚進 在城外扎營 為了不用管中邪的疑心 只是和騰越帶了一千親兵入城 來了說服 突然間拿出小盤趙書 叫管中邪馬上交出兵府 回京述職 管中邪看完這封趙書 康小龍就特地辦個好驚喜 管將軍絕對不用那麼緊張 儲君只是掛著管大人的奴府功高 就長期在城外諸宅 這樣才叫你呢 不是咸陽給你休整一番 那些更換將領的事 什麼勞煩中夫和太后啊 人類 騰越見到連交他們呢 已經向後退了 一聲令下 跟著下來的親衛馬上 取出了摺跌公路 控制場面 管中邪那幫人都很聰明的了 趙普連交一刻 怎麼不對路 連交走上來 跟管中邪並排 趙普打算去外面抓人 怎知騰日的動作更快 已經叫整班親衛 拿出摺跌公路對著他們 整個場面都即時控制了 管中邪看到康小龍 用手禁百箭補刀 知道如果自己講錯一句說話 那個康小龍會乘機發難 他自己呢 看白都是伸手易處 於是 他就一擺手 制止一連交照 我們的無謂反抗 面上換上恭敬的小龍說 常將軍教訓一下 事實上 末將都很想回去見一下梁蓉咯 康小龍說 君命難為 我只是依命而行 管將軍合作最好了 康小龍一點都不怕管中邪會不聽話 除非他立即作反 如果不是 就只是接受這個事實 第一 康小龍馬上在京進 表面上鬆行 實際上 就將管中邪和他三仙親兵 壓回武術 直到看著他登上戰船回到咸陽 剛才回到袁世成 這個時候已經過了幾天 康小龍已經迅速完成了對管中邪軍備的整篇 他的騎兵現在增加到五萬人 慶莊步兵五萬人 重莊鴿兵八萬人 當同實力大增 在袁世成再訓練了一個月 他敢先沿河向著掌子城北上 這個時候 他們的行軍非常緩慢 使兵員得到充分的休息 保持充沛的體力 來到掌子城見到援旗 眾人相見又悲又喜 援旗首先報告了康流的情況 他說 他說 屯流城內 只是千多人 是道別和城矯的舊報 其他就是蒲哥的家長 和本來是趙國民眾的半民 情形 和幾年前東郡民變有點相似 這幫人都是志氣有餘 實力不足 不過 最大的問題 就是李牧帶了十萬趙軍 駐紮在屯流東南邊 趙景的城外 和屯流城互為呼應 那不單止 使屯流城有所倚仗 也使我們不敢放手攻打屯流 康小龍 嘆了一口氣敏 那場仗 你們怎麼輸的呢 緩旗很沉痛 李牧這個人打仗 好像變魔術一樣 上將軍和我 已經全神留意著趙國境內的動靜 而且遲了很多哨探 誰知警報聲才響 李牧的鐵騎 已經來到我們的營寨了 當晚 天上面一些星光都沒有 李牧派人 首先攻城高地 然後放火箭下來 燒燭了很多營盤 屯流城外的叛軍 然後拿著火把衝出來 兩眼夾弓 我們不用捱到天亮 就是他們擊退 我帶了一支萬人的隊伍 拼命斷後 如果不是這樣 恐怕傷亡又更加慘重 但是這樣 王寧將軍 都仍是傷寵而死的 他過身後 握著外兵士氣 三路攻打路城 但都被李牧擊退 他的振法千變萬化 而且那些士兵又肯效死命 尤其他的鐵騎軍 真是比兇奴人的騎兵更加厲害 所以 難怪他可以名震當勢 康小龍的小事說 所以這次 我們並不打算 要跟他正面交鋒 他見到援琦有點惡然 於是 就把大家商量好的這條奇妓 告訴援琦 援琦聽到連心請妙 康小龍又跟著說 當我們出發去攻打忠謀之後 你就以日夜派人 監察著李牧的動靜 只會一退軍 就立刻派出父 抗辭日久 想要長期圍攻團流的戰略 一定不要冒進攻城 要不然 李牧炸帝撤退 然後漏夜偷襲 那你們 這一仗就敗得很不值 援琦聽到面子一邊 他說 不怪得 黃吉和黃寧龍 在上將軍 都更推崇 漢上將軍 你了 漢將反而沒有想過 這一點 哎呀 現在聽到我們出得 新冷汗 漢 漢小龍對援琦說 你攻入團流之後 馬上就要收足防禦工事 而我們就要抓地去攻打分隔趙國和魏國邊境的長城 然後就突然撤走 那敵人就很難追擊了 商量妥當之後 援琦和漢小龍的兵分兩路 援琦帶著援軍和他本來的部隊 在蔣子城外駐宅 而漢小龍呢 就用烏家的兩千精兵 作為先行部隊 莫克出返 你那支部隊呢 又驚進帶著其中一大批都是攀登城場的好手 他們作為突擊隊 想著來到中謀城下 就用他的身手爬上城場 攻佔了城門 然後就將城門打開迎接大軍 漢小龍帶著人馬 也有著英皇引路之後繼續前行 結果 當他們來到中謀城外的時候 天都幫了漢小龍狂風大作 大雨傾盤 漢小龍叫一聲 天助我也 馬上就行動 烏果、周梁 就各帶一支人馬 攻打城外的趙軍營盤 驚進呢 就帶領一千烏家的子弟兵 渡過烏城河 利用歐索的攀上城場 藤役、漢小龍帶著兩萬個主力軍 潛伏在最接近城場的隱蔽點 等他城門一打開就殺入城墟 結果 等到漢小龍他們衝入城中的時候 城中的居民和軍隊敢先紮醒 同時 烏果、周梁的軍隊 亦都對城外的兩個趙軍營盤而進行突襲 一時間城內城外殺聲震天 中謀城內的趙兵 等到漢小龍的大軍要衝到大街小巷 很多人都還蒙蒙鬆鬆 聽到那些巡兵 突然間好像神兵天降似殺入城內的時候 嚇到個個都緊閉門戶 有些是脫下盔甲 扔下兵器 躲在民居裡面 剩下那些開城逃命 連反抗的意志都沒有了 到天亮的時候 這座趙國在南方最具戰略性的重鎮 已經落在漢小龍手上了 又過了十日 趙大帶領百萬的暴軍陸續來到 還帶來了大批的工程器械 物資良草 建立了由袁士城來到這裏的補給線 這消息傳出之後 寒丹城內的國開果然怕得要死 聽著漢小龍會帶軍進攻韓丹 猛地勸趙王和太后韓征 將李牧調回收衛長城內的城鎮潘雲 但是趙王發出這個命令之後 被李牧拒絕了 漢小龍和騰亦都暗叫厲害 知道李牧已經看穿他們的計謀了 於是 漢小龍他們決定對潘雲城發動一次的猛攻 一切準備充足之後 漢小龍發動百萬大軍 在官路那裏直擊潘雲 連續攻打了十八天 終於破壞了一折城牆 不過依舊被趙人擊退 上風的死傷慘重 但漢小龍知道自己這邊已經完成任務 這次不怕趙王不把李牧照回收盤 老實說 以他們現在的兵力 根本沒有資格進攻韓丹 但是 只要連續攻擊這兩座通向寒丹的城池重鎮 根本不知道他們抵制的趙王 很可能是自己都怕到鼻孔都侮辱了 果然 到了第二個月 李牧終於屈服在趙王的軍令之下回師寒丹 漢小龍馬上下令加強防禦 準備應付李牧的反擊 他最不想在戰場面對的李牧 終於來到自己面前了 這一晚 漢小龍、藤彥和京進三個人 在他們子經暴落的木債作例行巡視 京進說 我們在這裡建立了這麼堅固的木債 就算李牧有三頭六臂 都很難攻落禮 最多我們跟他打個平手 藤彥問 藝人那邊有什麼動靜 京進說 烏過已經大軍牽制他們了 不過如果不是公睹中謀 我們這時候 恐怕早就被魏國和趙國的聯軍擊退了 但是漢小龍呢 他總是覺得有些不妥的地方 不過 有什麼不妥呢 他又說不出 不過他總是覺得自己似乎疏忽了什麼 當晚 他發了一個很可怕的夢 夢見李牧來偷影 營內四處都是李牧名鎮天下的鐵騎 而自己衝了來 想喊藤彥和京進 怎麼都喊不出聲 想拔刀 不過白箭補刀又不翼而飛 嚇到全身冷暈飆醒來的時候 天還沒光 漢小龍的心頭不敢白膽交集 戰爭最令人恐懼的地方 就是他的不可預知的命運 啊 李牧現在在哪兒呢 他和李牧曾經是肝膽相照的朋友 但是今天在沙場上 他是要成為死敵 那究竟發了什麼呢 一個月之後 折煲全米 蒲谷終於放棄了屯流城 逃向趙國邊境 途中 被援旗的復兵捉住 押了回到咸陽 而李牧呢 他依然沒有什麼動靜 但是 漢小龍和藤彥以為 大家的目的已經達到 可能李牧是奉召回首位寒丹 於是他們決定 馬上撤軍 還要當晚就走 經進領軍先行 漢小龍和周梁呢 就帶著兩萬人馬負責斷後 到了三更天的時候 一路上似乎都非常平靜 還有一個多時辰到天亮 只要一到天亮 他就可以全速行軍 回到中謀城的時候 那大家就可以進可攻 退可守 完全不用擔心 漢小龍想到這裏 他輕鬆起來 他有些完成任務的舒暢感覺 希望這一個 是最後一場對外的征戰 以後 就等著小盤加勉禮的來臨 正在他這樣想的時候 突然間 空中傳來那隻英雄震賜的熟悉聲音 大家一起擔心一望 只見那隻英雄突然發出一聲尖笑 在頭頂飛了兩個盆旋 然後就向高空衝去 跟著 嘶的聲音 在高空又飛到右邊的樹林上面 周梁當堂面試一變 漢小龍也知道不妥了 各位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漢小龍見到周梁定眼望著英王 而英王呢 在月光之下不停地打轉 飛行的路線是非常奇怪 周梁整身踢震 那不可能的 似乎有大批敵人 在左邊衝過來 速度還很快 漢小龍一聽這番話 終於明白了是什麼一回事 原來李牧的騎兵來了 由於李牧的騎兵 每一匹馬的馬蹄都包了布 所以根本都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音 看來 這個名震天下的名將 一開始就釋破了漢小龍的雞謀 雖然 因為趙王幾次吹逼 他逼於無奈放棄了屯柳 但是並沒有放過他們 李牧並沒有直接退回寒丹 而是早就來了他們附近 一直呢 都不動聲色地埋伏在這條 漢小龍的撤退路上面 只是要等著漢小龍他們 撤退他們這一刻才發動攻勢 這個時候 漢小龍已經明白自己 就像當日 自己準備伏擊成竅和盜逼一樣 今天自己也跌入了別人的圈套 稍微有些優勢 他就憑借英皇先一步知道敵人的來臨 現在怎麼算好呢 如果他現在馬上逃走 可能呢 自己一個人或者是走得掉 但是結果 也都和成竅軍的敗亡一樣 在全軍到達中謀之前 就被李牧殺到全軍覆沒了 但是如果他奮力迎戰的話 至少 京進和藤逆那些先鋒和主力的人馬 就要安全回到中謀 於是漢小龍不再猶疑了 下令全軍步出陣勢 全力阻止敵人 誰知他們陣勢都未報好 整萬個召兵突然在左邊的麥林直殺出來 向著他們衝殺過來 漢小龍他們馬上命令弓箭手 笑出一排排的戰羽 向敵人直射過去 敵人衝過來的騎兵 雖然一排排這樣跌低 但是當他們弓箭射完 還未換上另一批箭的時候 敵人已經殺到他們面前了 暫時之間 漢小龍在面前全部都是敵兵 漢小龍知道沒辦法了 他拔出百戰刀 大喊一聲大頭就衝殺過去 暫時之間 十幾里的官道 全部都是喊殺之聲 當他們兩萬個循兵 剛剛頂住敵人的進攻的時候 靠近趙國境衛那邊 突然騷亂了上來 另一隊的敵人 不知道在哪裏衝殺出來 硬硬將漢小龍的護衛後軍 衝城兩折 漢小龍馬上帶著糾糧 和二千親兵 拼命地擋著敵人 一波又一波攻勢 突然間 後面的樹林 又迫迫巴巴地冒起一陣的火頭 巡軍向西撤退的道路也被截斷 漢小龍知道 這一戰自己很難逃過去了 唯有拋開一齊 連續斬死了幾十個敵兵 看到他們深深地向著敵軍陣內 結衝而去 當他衝散一股敵人之後 身邊突然傳來一聲慘叫 他轉來一望 原來周梁整個人跌了下馬 被一枝長矛 撮穿逃匹 在背心插入前胸透出 哎呀 可見敵人扔出這枝長矛的人 力度非常狂猛 漢小龍狂眼一聲 剛剛那樣勒馬回頭 散回頭 誰知被左右的徐松拼命拉著馬疆 拉他逃走 一個敵將就帶著大隊人馬 在後面衝過來說 韓小龍你走去哪兒 韓小龍定眼一看 起的時候 他身邊的護衛親兵 已經減到不夠一百人了 而四周那些樹林裡面 全部都拿著火具的幫忙 都不知道有多少敵兵正在殺過來 如果被敵人一追追上 那劣勢就更加難以行免 正想在死之前 向月周梁衝過去 要為他報仇的時候 指定被一聲勵笑 原來英雄在天空之中疾寵而下 撲到趙張面上 那把鋒利的鷹嘴一張 當堂將那名趙國將領的眼都刮盲了 趙國的將軍發出精心動魄的慘叫 跟著一群手下寵過來 都見齊屍 韓小龍就知道 趙國將軍和英王都沒有了 但這時候機不可失 只要撐馬狂鈞 剛剛走出七八將院 幾十名敵兵突然左右穿出來 舉著名仿仿仿的長袍 疾聲延寒 向他的座騎不斷似過來 向小龍兩邊互衛的親兵 紛紛跌在地上 變成了敵人狂刀亂劈的目標 這時候 疾風更加顯出他的不凡本領 突然間一加速衝了出去 突然間 向小龍發現自己已經變成了孤零零的一個 看著跟著自己的部下一個個的跌低 向小龍只過一陣子血沸騰 白戰都拼命衝過去 連殺了十幾個敵兵 見到周梁和自己很多手下的慘死 是他有一種自己都不想生存下去的念頭 緊咬牙撥過碼頭 向著殺星最激勵的地方又衝過去 他見人又殺 殺機大勝 閃眼之間 見了一隊幾百人的巡兵 即是被對方數以千家的敵兵圍攻 射命死戰 向小龍衝過去 見人又斬 白戰都到處 敵人不是被他劈成兩折 就是連腰帶背 全身血花並現 秦軍跟著主帥來到 人人的士氣大增 跟著他一鼓作起 突破了敵人的重圍 向著一柱的山頂借軍而去 但是 當我們走上山頂的時候 無數的趙國士兵 突然在四面出現 人人都拿著遠距離的格鬥兵器 長矛大擊 正是河少龍那些騎兵的致命黑星 河少龍心裏面暗暗嘆一口氣 知道李牧就算得很準 早在樹林裏面 只打重兵埋伏 一定要將自己一舉格殺 這時候 人人都知道大勢已去 都不用他落命令 很多人都向兩邊四山逃走 河少龍剛剛想阻止經臨前 他知道敵人 正是要逼自己向兩邊逃走 突然間 他突然間很匆匆地明白 只要能夠衝上山坡 就可以逃入群山之中 有逃生的機會了 這個時候 他身邊只剩下五十幾人 於是他大概一聲說 想有命的就跟我來 反手就插好把白箭捕刀 拔出以後奸基金 一路拍馬衝前 一路兩手連環扔出 那些敵人紛紛中針倒地 危亂之間 河少龍至少扔了一百口飛針 一路扔到兩臂酸馬 那些飛針才剛剛扔完 他殺出那條血路 後面浮滿死屍 令人不忍目睹 衝到山丘頂 他身邊只剩下十幾人 幾百名敵兵 還如狼似虎地向我們一路狂攻 河少龍只要再拔出百箭刀 這個時候 他身上大大小小經十幾個傷口 他身上不斷流血 但是 河少龍已經感覺不到任何的痛楚 只要捕到一道飛出 慘叫升起 右邊有幾個敵兵屍橫就地 河少龍看都不看 拖刀後劈 又將他後面攻擊敵人斬死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前面有個人突然飛出長矛 向著疾風條頸直尺 賣來 河少龍沒有辦法 他只要拋出一把百箭寶刀 射穿了那個人的胸膛 把他釘死在地上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自己肩膀上突然傳來一陣劇通 都不知被什麼刺中了 河少龍痛到整個人 撥在馬背上 那些護衛就拼死地衝殺過來 掩護他繼續逃走 河少龍起的時候 他心都不如都忍忍一忍一聲 哎呀 沒有了 在那撒那間 他想去那些遠在咸陽的嬌妻愛皮 還想起尼夫人召喚 召善他們 他感覺到自己已經無力再戰 再有敵人衝上來 自己就只能等死了 在這個生死關頭 疾風左衝右突 不斷加速旁奔 喊殺聲 已經逐漸被他拋在後面的遠處 四周圍 都是茫茫黑暗 疾風是一路向前狂跑 河少龍攬住疾風的頸 感到自己人在他的血肉已經和馬連成一體 但他的意識也逐漸模糊 終於整個人還暈了過去 當他有知覺的時候 召善一醒 整個全身的酸痛欲熱 口還很口渴 不如新人一聲 睜大眼一看 只見天空中艷陽高掛 殺時間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處地方 也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坐在身上的時候 突然見到疾風 躺在他漲幾軟的地方 頸子不斷在漆漆漆漆漆 口鼻之間 都已經吐滿了百末 河少龍整身一疹 終於記起昨晚昏迷之前發生的事 是疾風揹著他逃離戰場 為了救他 疾風一夜狂奔 已經拖了力 現在已經快沒命了 自從紀伊民將這匹馬送給自己之後 他與疾風在一起的時間 比與任何一個深愛女子相聚的時間還要多 疾風對自己的忠誠 從來都沒有改變過或減少過 河少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 握著疾風的屍體 握著疾風的屍體 忍著以淚碟流 這個仗 他終於是敗了 被當世的名將李牧打敗 這個賤並不是他的失著 而是李牧太高明了 現在自己唯一的希望 就是希望自己的苦戰能夠把李牧拖著 不讓他們的疼役他們 回到中謀之前追上去 否則他們這些炸帝進攻 中漢丹的軍隊就會全軍覆沒 幸好這次的主事者是成熟穩重的藤彥 如果換成了經進 一定會緊張到回軍來研究他們 那時候真的會送死 自己之所以能逃出來 亦可以說是奇蹟 這時候 李牧一定會發散人馬來收尋他的宗職 到這裏 河少龍不禁勇氣一陣強烈的求生欲望 他才看見自己的傷勢 幸好自己穿了這件由清宿打製 禽青為他縫製的護體軟減 雖然中了幾箭 又被兵器多次斬中 但只有三寸破開了缺口 是傷了皮勇 後肩甲那裏 被人刺了槍 傷口是最深的 其他傷口都是皮外傷 並不影響自己的行動 他馬上在疾風的屍體那裏 解下一個隔廊 拿出裏面的衣物 再忍如痛 將身上的甲袖和武士的衣服 然後已經凝結了血塊 全部脫下來 然後撕爛衣服 將受傷的地方的包紮妥當 再換上一件日常的武士服 然後又綁上了攀爬成長的勾索 心情這樣才好過一點 喝飽了水 又拿在馬鞍上插住那把寶劍血浪下來 這把劍正是李牧當年送給自己 唉 心頭不甘又一陣感觸 這時候 天已經黑齊了 他本來想浪費力氣 安葬了疾風 但是 這時候 已經聽了遠方傳來的馬提聲 知道敵兵追到來了 他只要向窄風微微鼓鼓 然後就踏上逃亡之路 在山野逃亡 他早就駕輕就熟 但每一次 登上山幽高處的時候 都見到四周圍有火把光芒 他們就好像吹命符地纏著自己 使自己無法辨認 前去中謀的方向 到了天亮的時候 他雖然暫時撇掉了追兵 但是已經盪失路 只懂得向山西險要的地方的直 走過去 連續走了幾天 避過了幾次敵人的巡邏兵馬 這樣才知道 原來 在心急之下 自己已經走到韓國境內 如果繼續向西走 那你一定可以回到巡邏 但是 現在來守部的兵馬 已經不只是趙兵 毅兵 韓國的兵馬 也參加了守部 可見 自己現在已經成了六個頭號統緝犯 敵方如果知道 自己已經來到韓國境內 憑著他們帶著獵犬 一路聞到氣息 恐怕他們會斷定 自己會繼續向西走 就逃回巡邏 在西邊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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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